洛文皱眉道 这是个悖论命题 缺乏物证的案子 要靠逻辑推理 而逻辑推理的基础 恰恰是物证 那么 这案子就没法破了 严良点点头 我明白了 你果然知道的案啊 这样的案子 没法破 对了 说来时匆忙 我上个厕头行吗 当然啊 洛文指着厕所门 请便 严良拿起手包 包下还有一个信封 走进了厕所 过了一分钟 传来一声 哎呀 洛文连忙站起身 走到厕所外 问道 怎么了 啊 没事 差点滑了一下 说话姐 听到冲水声 随后 严良从厕所里出来 关了门 我还有事 下回再聊 再见啊 洛文送他出了门 关上门之后 躺在沙发上 闭上了眼睛 看来 严良已经很清楚了 这案子是没法破的 这一回 他可以死心了吧 一个小时后 一个小时后 洛文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又是 严良的电话 他微微迟疑的片刻 接了起来 哎 老洛 你帮我看一看 我是不是有个信封 落在你家里了 洛文 环顾一圈沙发 没有啊 厕所里呢 那时 我差点滑了一跤 也许落在那里了 洛文进了厕所 果然 台盆底下的一侧 落着一个信封 洛文说 啊 对的 是有一个 你现在过来拿吗 啊 不了 太晚了 我明天再来找你吧 挂上电话 洛文站在原地 微微皱着眉 盯着地上的信封 他并没有动 只是观察 信封上映着 公安厅的字样 没有封口 洛文想了想 转身来到书房 拿来了工具箱 关上厕所的灯 打开了荧光灯 朝信封仔细地照了一圈 没有发现异样 随后 他戴上手套 拿出镊子 拱开信封 朝里面仔细看了好一会儿 他是提防炎梁设圈套 故意让他碰信封 确定信封内的信件 摆放位置 没有做任何记号之后 他用镊子 小心地把信纸 加了出来 随后又是一番检查 这才翻看看 里面装的是 若干张文件纸 他看着文件纸上的内容 渐渐地 他的拳头已经握紧 身体都不禁开始颤动 他很清楚 这上面的东西 一定是炎梁 故意留给他看的 也许自己的犯罪 让炎梁根本束手无策 人证物证一样都没有 可是 炎梁还是抓到了他的软肋 这一定是圈套 可是即便明知这是个圈套 是否还要往下跳呢 若文陷入了矛盾 杨学军走进 临时重案组指挥中心 对赵铁明和严良说 已经根据 洛文小区门口的监控 登记了他日常回家情况 他的回家时间并不固定 有时候晚上六点钟左右 就回家了 有时候九点多 甚至半夜 其中 孙红运被杀时 他是凌晨回家的 徐天丁是晚上十二点 这两几名案发生时 他都不在家 不过 平时他也有很晚回家的 恐怕 这不能对他构成什么危险啊 严良点点头 微微叹了口气 转向赵铁明